Hello大家好,我是班达,我是欢迎收看,我是观众版,熔熔的蜘蛛 咒术祭司拥兵邮差 要不要点一个困兽啊,没点困兽 这套阵容打蜘蛛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咒术师打蜘蛛其实还挺不错的 祭司也可以,邮差的话也不错 但这套阵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打蜘蛛的蜘蛛就,这套阵容感觉没人能牵制的起来 该倒的,该吃刀的就得吃刀 这三连蛛丝架住以后一刀 牵制不动,牵制不动呢就没什么迎面 可能有一个宝平面,这边上来好像闪现都省了 上来哇啪两刀,你看这怎么打 就真牵制不动啊 不要觉得好像什么有什么失误啊什么的 真的,真牵制不动 已经看了这么多把了 还真没有怎么见过就是牵制的起来的 谁都牵制不起来 三生大姑就是他得保到什么程度呢 保到这边的祭司消失在蜘蛛的视野范围 这边就要闪现了,这边就要闪现了 一刀,没打中 没打中,蛛丝加速过来 祭司有没有下一个洞的机会,好像没有 这边下一个蛛丝,一刀袋,好的 这个蛛丝能不能垫一下,垫一下其实也没有办法 垫一下也没有用,还压了一波双喷 傭兵要不别来了吧 三个洞已经交完了,该拖的时间也拖够了 卖掉宝瓶是最好的选择 但凡傭兵过来吃一波双导,我觉得就是一个多抓了 他这边上去还把这块板子给踹了 因为这块板子对于剑管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头疼的板子 这板子不踹 能够干扰穷者很 那个干扰,干扰剑管者很多节奏的 压着 排位置,排到了,好 来,双喷在手,天下我有 三二一,我推 我推,哎呀,没推到,没推到 这边博弈,三二一,走你 漂亮,这波救人,nice 这波救人救出来的话,我觉得穷人者 宝瓶还是蛮有机会的 交了个小姑 帮忙来硬保 硬保不好吧 这个硬保 再吸一个,再补一个三层大姑 这个硬保关键机子不够啊 然后荣这边还顺势吐了一口 你要搞事是吧 你如果说差个一台两台,我觉得还行 那差了三台机子,这样子过来硬保 其实我觉得当时这边选择就是 救下来以后博命拉走 拉到一个死角,然后就 不要了,就可以了 追一刀,带走 嗯,现在的话 求人者这边状态就很残啊 这咒术师宝确实为求人者争取了不少东西 但是呢,他们也放弃了就是后续的这一波 牵制力了,本来一个满血咒术师 他不怕那个抓的呀 现在的话不好说了 现在的话不好说 外面状态很残 要补状态 这边的话吐一口 应该找机会先吐一口 吐中吗 没吐中 没吐中的话 这边蛛丝好像架不上 还行 445这边牵制的话 还是牵制的比较好的 没有给到任何机会 这个点位 长口版 先吐 扭掉 漂亮 拖出来了 拖出来了 这边两个人状态补起来 机子的话 还差一台新机 三连 有机会能打一刀吗 这边这个蛛丝蹭到了 漂亮 一口一刀 落地 再一口吗 落地一个减速 但这个位置要躲蛛丝 有远程 怎么吐 吐 漂亮 这边445已经在左右摇摆了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在左右晃了 感觉上面来说呢 他如果说 这样子的一个 小晃点呢 是躲不掉的 他得是一个大扭步 大扭步才有机会 因为这个口子比较小 因为当时这边的话 这个 邮差只能是进这边这个口子 所以说你要 你要有个大扭步才有可能 荣荣这边也是 不管 守人我不守了 我这边就 进行出来打 他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个消耗 打一个消耗 就守这个人没有太大的意义 打消耗 把穷者这边的护币啊 状态全给打了 咒术师直接交三层锅 神那你口待会把咒术师给喷没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先去抓佣兵 你们两个爱干嘛干嘛 我这边去抓佣兵 把这佣兵给抓了 这个闪现可以交 他如果一口土到的话 有机会就直接交闪 也可以 不用了 刚才是点了困兽 我看错了 我实在想 这套阵容怎么会不点困兽 这口不能再吐了 再吐的话 三 这个是不算的是吧 我以为他这边吐上以后 那个咒术师又能加一层锅 因为本来咒术师零层锅 这吐了一口 打了一刀 咒术师就两层锅了 因为两个人是互摸过的 这边让油拆满血去压 哎呀 去救人 然后让咒术师压鸡 但柔龙这边的话 似乎是我都要的想法 就人要守 鸡子我还想干扰 55点蛛丝 鸡子不够啊 这鸡子差太多了 人要过半 然后这边绕了一圈以后 是油拆来补鸡子 咒术师 靠过来 看到了 看到了 这边柔龙可能会切金身的 太快了 太快了 这一瞬间就人没了 还想着是这边 这边如果说咒术师当时放出这一个三层大菇 因为他吃一口猪丝就要到三层大菇了嘛 三层大菇放出来的 我觉得容易这边切金身了 切完金身以后把这咒术启倒对吧 也是一个吻鸡板 要不然的话 这边把人一救 可能还有后续 躲狗 闪现 吐一口 漂亮 结束 打的是真的精彩 感谢来个伙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